今天是邀請到台中市的立委 作單 希望可以推動修改 可以讓地方基本一點錢 但是出現的立委是看法不一樣 像臉書記長蔡基昌是說 這是黑子宮在向中央 算是他在說話真有難 是中央跟地方交通有一點矛盾 但是國民黨的立委 羅秀言是說 沒想到是掛一個名字而已 應該是趕緊來推動修改 這裡剛才走進一會中 台中市長 胡志強請出向每一個台中市的立委 合唱第二 這次大動作邀請立委來回答 胡志強坦白說 有很多事情拜託 大家來協助推動 尤其是關於 地方舉載雅多的公債法 會是很煩惱 胡志強說 雖然現在餐廳要兩年了 不過公債法刷都在在財政部 讓台中市的主債壓倒 還是維持在省車市的標準 很多政策不好推動 甚至是有名無色 這會主動邀請在未來回答 如果連五都的首長 位高權重都沒有辦法跟馬英九 總統說上話 都沒有辦法跟這個行政團隊 爭取台中市應有的這個預算跟福利 這個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用另外一個反向的逆向的一個方式 操作方式來凸顯他的份量跟地位 那我想這個宗霸天 我想這要宣示給馬英九看說 請你不要忽視我的存在 林亞理會認為這是中央跟台中 溝通不良 因為台中收入反對 也有人認為 以這個動作跟中央相互相抗衡 算是政治地位跟混亂 林亞理會也普遍中央 目前的關係性格 只是做半途而已 雖然街頭的方式不一樣 哪個理會都表示 中央應該更更重是 電空的聲音 在前後 向台南市長開跑了後 南亞電空收場 現在也為了正出財源來抗爭中央 記者台中總署報道 大愛娘的